第三单打的位置上 当时是康碑 结果丹麦在这个决胜场当中 派上了97年世锦赛冠军 拉斯姆森 林丹的这个动作好小 他每一次总是可以让对手被动 实际上像我个人的看法 就像西蒙 西蒙的这个手法不错 让林丹稍微有点被动 但是林丹的这个摆脱的大斜线 真的好厉害 或者是像索尼这样的选手 我觉得这个勾对角 就可以体现出这个一流水平 和超一流水平的差距 西蒙上来这个勾对角的角度不太够 这样的选手 所以这个林丹一上来 就可以抢到那个高点 他甚至还做了一个假动作 实际上他的技术应该来讲 最后西蒙这个反手抽底线 确实很厉害 像那个陶贝克 他居然是界内 哇漂亮 反拍底线过度 居然是打在 打在界内 这边反拍的底线脚上 相当跳得很高的 对 所以他们技术呢 就相当要很细腻 而且呢脚步的移动相当 这里又是一模一样的一个套路 像我们认识的就 好球漂亮 你看他这高球都是比较平的 但是呢 林丹招牌的假动作 你又不能够再反退 林丹的这个接杀真的是铁手腕 他居然抽到了底线 我感觉林丹的这个球路是有意为之 他每一次投顶 进攻直线之后 扇篮的连挂 内阪球的翻向 一定是朝手心翻向的 这等于是他这个上场 本届苏贝德四强 还有这里啊 他也是朝这个方向的 我感觉林丹他不太愿意 推斜线 他反而会宁愿选择去连挂 后场还是比较成功的 双方斗耐心打拉掉 当我听到这个解说这里说 当双方斗耐心打拉掉的时候 我其实没什么感觉 然后这里西门抓到机会 立马就来了突击 这个让我就想到了 那个施锦扇 就是现在的比赛 他拉掉真的只是在拉掉 都快看不下去了 这个出手相当快 这个球立马就过顶了 而且除不意料 然后西门的这个球 和刚刚林丹的那个手法 应该是一样的 但是我确实想不到 林丹他居然会抓到这个球 漂亮 也比飞像第一局有一个球 被对方往前直接骗一个后场 根本打不着 那样很被动 让我耐心一点寻找机会 再加速 我们看看这里的拉掉和突击 根本不是现在比赛的强度能比的 速的时候再加速 而不是盲目去抢对方的出手 另外呢通过了两局多的这个拉锯 像这种这么硬的球 现在的比赛 看到的是非常非常少了 我甚至可以想象出 那俩根本就打不出这种球 个人认为像这种拉掉 才是大家所喜欢看到的 像皮特·盖德 当年季星鹏 奥运冠军 季星鹏到这个陶菲克 林丹 李宗伟稍微矮一点 但是大多数都在1米8的上下 是 林丹的这个阵手 底线移动速度真的是很快 多数都在1米8的上下 是 太高了呢 你可能移动会受一些限制 太矮了的话 你的攻击力啊 这个控制范围又受一些限制 西蒙三楼索他自己的体能的一些下降 所以失误也开始频频的出现 哇 这个球 听说 唐仙武和这个李永波是比较平静 特别是汤之导 特别是非常平静 而刚才我看到叶成万 这里林丹又带一个招牌的假动作 刚才我看到叶成万这个眼神 虽然他眼睛是盯着场上 但是 西蒙的这个下一次反应好快 他居然拿头顶接这个球 还出乎林丹一调 谁已经不在场上了 A组的第二 第一次打进苏菲斯墙的马来西亚队 印尼队将会在交叉半决赛里面迎战 另外一个组的第一名韩国队 林丹以临时林丽的攻势 是拿下